韓國瑜 這個僵局無解會不會有人可以來解呢 這個又是他韓國瑜啊 這一週都是他的版面行為 尤其是現在大家都在搶韓國瑜 包括了柯文哲 跟他見了面 包括朱立倫 很想積極地去找他 想要找他當副主席 侯友宜同樣也是需要他的生籃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得韓國瑜者得天下呢 但是第一個我可以看到 不許說話啦 他說其實這幾個候選人裡面啊 我跟柯文哲的交情最好 那也不是說侯友宜怎麼樣 但是因為他畢竟沒有共識過 那昨天在戰鬥欄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韓國瑜喊最大聲是 戰鬥欄對不對 侯友宜他也有喊 但是好像沒有這麼樣的大聲 所以現在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提出一個觀點 他說如果韓國瑜真心挺猴的話 猴的民調一定會增加5% 增加5%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不是說 猴跟柯是馬花捲嗎 你5%我還跟你柯要和什麼和啊 我談判什麼 我就把我的這個差距就拉大了 所以韓的歸隊是很需要的 那但是他也點出了 柯跟韓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侯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柯文哲 還有這個侯友宜的這個部分 那現在目前 我們可以看到朱立倫 也希望把這個韓國瑜 把他抓進來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朱兆恐怕有內鬥之爭啊 原因是因為昨天戰鬥欄的 這個記者會當中 朱主席他有來嗎 沒有來嘛 被大家講說是不是要另屁黨中央這樣的一個說法 也被說是朱立倫叫板等等 那現在朱立倫也陸續續出招嘛 說要立邀韓國瑜當副主席等等 雖然韓國瑜說這兩天會再思考一下 要不要當副主席喔 被大家形容是被戴個帽子 不過今天朱立倫也有說 副主席是已經討論了喔 尤其是幾個月前 是韓國瑜主動找我提出 所以不是我要去扣人家帽子 是人家主動找我來提出 好我就問了 維元 現在韓國瑜也說話了 我跟你們主席感情比較好啊 那你們現在是不是也是會抓著他 所以你們才會見面嘛 見完面之後才讓他去PO文嘛 PO文之後把他升籃的票 把他韓文的票 把他抓來最後演變成棄保 是這樣嗎 我想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柯文哲主席跟韓國瑜市長 本來就有失交了 其實一直以來 據我的了解 他們一直以來都有約時間要見面 只是之前韓國瑜市長出國 後來要變柯文哲主席出國 那韓市長自己有提到就是說 他認為就是說在 人選還沒有確定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見面上 他需要再去拿捏那個時間 不過現在終於見面了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好 因為過去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任內 當時北農的總經理 就是我們韓國瑜前市長 那對於韓市長來講 他跟柯文哲本來就有這樣子的一層 比較深厚的關係 甚至他們有一定程度的一個互信基礎 那第二個層次當然就是說 在整個選戰的層次 當然以我們來講 柯文哲主席 台灣民眾黨 當然是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本來就是因為 韓市長也講過嘛 這個選舉就是票多的飲票草的輸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爭取一切 可以爭取的力量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倒是回到如果說 回到藍營的內部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一直以來 不管說藍白河 為什麼中間的過程會比較冗長 或者是會有一些關節 就是說 常常會有不同的主導性的發言 比如說朱主席一條線 那這個趙少康董事長一條線 甚至是金輔聰秘書長 這個執行長 但是現在看起來 藍營內部也慢慢在整合了 在對外的談判 朱立倫主席也慢慢再去做一個整合 讓他可以做一個單一傳統 但是你剛剛那個說法 你也是說今天藍白河沒有辦法成 就是因為藍營多頭馬車有點多了 我想過去本來就是那更不要講說 中間還有一個郭董之前 大概有好幾條線 所以本來藍營內部 他就是要去做一個整合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我們也沒有特別說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只是要表達的就是說 其實韓市長確實在這一局裡面 在在野整合上 他確實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跟柯主席的這個互動的關係 跟他相對過去的交情 還有他們有一個互信的基礎 在這一點他確實扮演著 現在大家都要去爭取他的支持的一個重要角色 欸家凱如果像我們剛剛那樣講 的確把這個韓國瑜拉到你們這邊 是很密切需要的嘛 不過也怪啦 現在這個新聞陸陸續續出來 就是忠實做民調啦 他說韓國瑜出手就侯友宜啊 最新民調驚天逆轉 逆轉是什麼 我原本以為是侯友宜的聲勢會上升 但怪了 欸給大家直接看 百分之六十四的網友認為 沒有喔 韓國瑜也與柯文哲有交情 韓粉自由逐漸 簡單來講 韓粉票不會變成侯友宜的票 你們現在到底要怎麼去 把韓粉甚至把這個韓國瑜 在一直跟你們在每個活動上面都講說 我支持侯友宜 你們要怎麼做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一直最大的問題就是團結嘛 因為我們可能大家 對國民黨詬病的就是 你喊你的團結 但是就是表面上 或是行動上不團結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從四月五月開始到現在 很多人的歸隊 朱主席啦 號召趙少康戰鬥人 或是韓國瑜韓粉 我們看到 目前這個走向 等於各私企業 國民黨內人才積極 但是 這禮拜六了 剛剛提到藍白河的協商 為什麼那麼關鍵 因為說 如果確定藍白河的方向 這個進行的話 會有共識的話 大家的力量 等於說韓總的力量 照少康的力量 這些力量可以double 甚至是triple 一起把這力量整合出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有各自的私家 或是人脈嘛 但是如果這些人脈 我們可以有一個共同決心 怎麼說 就是要一起來守護中華民國 下降民進黨 我想這個力量 不是只是1加1大於2 而是1加1可能大於3 大於4 這才是大家看到 疏忽了韓國瑜的力量 因為韓總確實不一定 他不投給韓總的話 他不一定會給我們 但是如果今天藍白協商 有個共識的話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說 他絕對不會流向民進黨那裡 老實這樣看下來 韓國瑜他到底內心是在講說 他雖然是國民黨員 但他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等藍白自己整合完之後 才會去選擇誰 是這樣子嗎 你這樣講 這個就沒有對應到他今天接受友台訪問 他說同哭同哭同哭同失敗 大家都知道爆頭痛哭 好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 韓國瑜其實還是想要主動權 為什麼要主動權 他第一個跳出來 那第一個展現了具體的影響力 我跟柯文哲合照了 我跟侯友宜揉揉揉抱抱了 我決定了進程到哪裡 那你會講不對啊 藍白不是自己要派人各出黃金陣線各出一人 直接來談了嗎 那要你韓國瑜何用 我們回到剛剛我們前一題啊 談得出來嗎 會不會有矛盾 會不會在外面打起來 都會有可能啊 這個時候誰就出來當合適了 韓國瑜 啊算那麼準啊 所以韓國瑜 真的要去談 真的要他主持會議 他可能也不會主持 但是呢 如果要他在外面 嘿嘿哈哈 拉著大家 這個一起吃個飯 化干戈為玉博 像他今天受最後的專訪 也提到 他在跟柯文哲談的時候 一度嚴肅 什麼叫一度嚴肅 就是有一些深水區過不去嘛 但是韓國瑜還是讓他過去的 合照還是發了 柯文哲一樣去他的合照下面留言了 這個就是韓國瑜要的效果 神神鬼鬼的 你感覺起來韓國瑜在主導一切 但是實際上 到底這整個議程的推進 跟他有沒有關係 認真一想好像也沒直接關係 但不是重點 重點是韓國瑜已經出來插了一條 所以後面重點就是外面的 包括原來的韓粉 非韓粉 會怎麼去看韓國瑜這個人 他是不是已經在提升他原有的政治地位 大家經常講韓國瑜2020 總統選輸又被罷免 哇真的就就此下去了 去年去幫您跟人住選 也沒有票嘛 大家都說韓國瑜不行了 但真的不行嗎 其實行與不行喔 都是看他後來的事情 怎麼樣慢慢累積 人都是有脈絡了嘛 現在你要講韓國瑜不行了 但韓國瑜有沒有受到懲罰 有啊他被罷免扒掉了嘛 他之前的胡搞瞎搞 隨便亂講話 都可以在總統辦選 罷免去做某種結清 那接下來呢 大家又開始期待他 今天選舉好無聊 講點好有趣的 講點好笑的 他如果出來真正扮演好他的角色 而且又沒有干擾到選舉本身 那我認為他可以透過這個 促成藍白河的過程 來累積他的什麼呢 政治聲量 來累積他的政治應得值 只要激到某種程度 等到選後就有爆發的空間 當然他今天有在提到就是說 是不是要再跟朱主席報告 就是如果不要副主席 那需要什麼樣的位置 我覺得這兩天的時間 大家對應到兩天之後的這個 首次的會閃 我覺得在這兩天的時間裡面 可能還會有一些 這個火花會出來 會發酵啊 藍白可能都會再丟出一些東西 看看能不能去尿中韓國瑜的心啊 就藍會開出一些條件 白可能也會釋出一些善意 那韓國瑜去怎麼捕捉 再把這些善意湊在一起 我覺得看他的智慧了 週一到週五晚正十點 請鎖定 《環宇地霸傳》